今天我们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新任立法会议员朱凯迪先生 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经历 朱先生你好 以我们所知 你当初是一个记者 比市民所认知的就是 你在一个皇后码头事件中 还在本土行动的成员身份来发言 其实当初有什么契机 令到你会有一个决心 这么积极地参与这些本土的社会运动呢 我想都是为香港负责任的 那时候二十多岁 有些事情看到有这样的需要 自己不做就没有其他人做 那这些人生的抉择 我想很多香港人都有经历过 特别是在雨傘的时候 只不过是早几年去经历这个抉择时刻 那当初其实2006年本土行动成立 那其实都应该算是香港的本土派被组了 但是有言量就是说 其实是2011年本土派才发起的 也都是由陈云的成帮派开始 那有成帮派那边的人士 就开始批评你们 就说你们不是本土派 甚至有言量就是说 其实是陈云夹劫了本土派 那你又觉得 其实以你一个被批评为非本土派的人 你怎么看回现在坊间所谓的本土派呢 我觉得这些标签都没有办法很准确地去描述到 现在香港那个政治的前路 所以对我来说 在这个立法会选举前后 我就提出其实无论是泛民主派或者本土派 其实这些标签都可能要有一个更新了 那其实我觉得比较准确地去描述到前面 如果我们有一个民主运动的繁识转移呢 就是自决或者在自决里面 就重新展开一个光谱 那里面可能有港独的或者是主张一国两制的 主张修改基本法的 但是都是在前途自决的这个新的繁识里面 那另外如果不是前途自决派是什么呢 就是继续沿用着基本法的框架 人大那些决定去讲香港的政治制度改革的 那些我就叫做维持现状派了 那我觉得这个新的描述 其实会比较准确地去讲到我们那个 现在主身的状况和未来想走什么方向 就是你说本土这个标签是 如果它的作用是为了去告诉别人 你其他人不是的话呢 那我觉得它的意义不大 因为它变成了一个 它的赤字其实是都没有定的 你怎样能够去说 现在主流的民主派政党不是本土呢 它怎样不是本土派呢 它都是香港的政党 在香港按香港的法例去运作 跟着主要的服务的对象 或者基本上唯一的服务对象就是香港市民 那它们为什么不是本土派呢 那我觉得如果本土派这个标签 它现在是被用为 就是纯粹以一种这样的态度去打击你的政敌 那样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如放下它 所以我们向前面去找一个准确的字眼去描述 我们希望走的政治的道路 在2011年的时候 土地正义联盟就成立了 而之后在2015年就和姚崇艳等人 就成立一个城乡共生年线 那我想问你当时其实如何看待新界本身的问题 或者其实当时新界问题和现在有什么差别呢 主要我们的进路就是希望香港做环境运动的方式 就不要纯粹是环团那种 用一个很专业化的形象去介入事情 而是应该有一个民众组织的面向的 所以我们由土地正义联盟的主要工作就是 和那些面对迫迁 面对土地不公 面对这些欺善怕恶发展的受害人一起 因为去到向整个香港提出我们 如果我们想我们未来发展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要一个更加公平公开透明民主的制度 而不是现在这种被少数人垄断了利益的状态 那么新界的问题其实在这几年的变化 主要都是说本来其实没有什么人去挑战这种 这种他们的乡身或者地下力量和地产商一齐 这种勾结的关系 但是现在我相信他们是面对越来越大的 这种合法性的危机 现在这种譬如华州的摸底 是一些可以继续下去的事情 那这些都是一些改变来的 就是一个结构大概都没有变 但是去挑战他的力量 或者市民对他们的观感是有些改变了 其实在立法会选举期间就爆出周永勤的弃选事件 也都揭露了一个政治暴力的问题 也同直到演变事后发展 就有一个摸底的行为出现 之后其实坊间或者有些传媒报道 这一个摸底的行动 就是以征诚地区人士意见代替民意 其实这个变成是香港当前最普遍的一个规格模式 那其实在这个框架底下 你觉得怎样可以实践到 当初你所认为的一个承鄉共生 或者你有些什么的计划呢 现在我们其实都是在暴露他的问题的阶段 就是他很多时候他关门打人 或者自己唯一唯做了一些决定 是选外公众利益的 但是没什么人知道的 所以其实现在由橫州 或者去到屯门新庆路 或者最近这几天沙田的结智球场 其实现在大家都会尽快去将这些这样的资讯 是说出来的 那这个是一个进步来的 起码我们被人摸底的人都不够胆 就这样收拾了一些东西 而是他知道是公众会向他们问责的 特别是如果他们有公职的话 那其实要这一个这样的暴露的阶段 去到很普遍很广泛 那我们才有一个力量 那个力量可能是要你想一下 其实关键就是你 有没有会形成到一个跨党派的压力 就是不只是我们这样说的 而是佔了立法会过半数的那帮建制派 他们都顶不住压力了 他们都要去改变 那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是令到特区政府 会在这个关键的城市规划的制度上面 是稍微开放那个过程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推动香港人 建立一个很强大的共识 这个共识是大到联盟建联 工联会他都没有办法逃避的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工作 建立了这个共识之后 那那个在立法会里面 就算是黄州或者同类事情的那个 用权力及特权条例做的调查就可以展开 这个调查的展开就可以帮我们去 不单止去找个别事的一个真相 也都可以帮我们去就着 如何去改革我们现在的城市发展的制度 可以提出一些具体的方案出来 所以这个也挺重要的 我希望给一些时间可以最终做得到这个调查 其实新界问题最严重的就是有关于原居民的定权问题 其实这个由港英政府一直遗留下来的问题 但现在政府尤其是梁振英这一届 就不断地提倡一个土地供应的问题 但是原居民就会保障他们的利益 那其实中间又有一些商界介入 那其实这个在短期时间之内都很难解决的 那你觉得下一届的政府 其实首要应该要处理哪一类的问题呢 下一届政府的首要 其实是处理 现在土地的发展的分配不公平的问题 现在其实我们由第一部分就是那些基建的不断膨胀 这个一定要压抑它的 你不断膨胀的基建开支 就令到我们要不断去用我们的公共资产 就是土地拿来去变卖给地产商去填这条数 那而就直接导致到我们的房屋供应的 就是在不同阶层的分配是很不公平的 现在很大量的市民是只能够分配到 大概百分之四十的土地是做公营房屋 大部分是变卖给地产商做私楼 那这个问题是一定是大过丁屋的 丁屋其实只不过是在那个乡村的发展里面 一个内部的问题对我来说 你拿回那些丁屋的地 我都不赞成是拿来去高密度发展的 你拿回那些丁屋的地 其实是拿来去令到我们的乡郊 可以有更加多的农地去保护到 我们可以复兴我们的乡村 所以现在很多人去说 就是把那种对立就是说 我堆倒了你丁屋之后 你就可以解决我们的房屋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假的错的对立 其实这件事不用这样看 很多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 希望你日后在立法会里面有好的表现 我们的乡村的地带 好 当然这样的地带 好 当然这样的地带 сем亭